今天呢去参加了一个私募基金的房产投资战略专题建筑 有感而发回来跟大家聊几句 我还满心为总体而言 我跟专业人士对澳洲未来房产走势的看法还满一致的 接着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来做一些调整和应对的 那这一年呢我们在澳洲骂了一套房买了三套房 那由于税务和贷款领有些调整只能留到下个产业再继续 有些人说干嘛要这么折腾 卖房又买房多付那么多的印花税和增值税 确实哦 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划算 但我认为这是澳洲房产投资分水领的一年 有必要把握住当前租金高涨的机会 并审视那些已经不适合当下去市的投资 提早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布局 当然这些是我个人的投资理解的策略 没有强迫你们赞同 只是希望了聆听者还是能以open的心态去思考和大家一起探讨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从只关注长期增值 转向高现金流和风险控制 未来的几年不管是中美还是澳洲 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无一例外的进入下行通道 这个时候就是现金为王 投资组合需要重新评估 不仅要配置具有增值潜力的资产 更应关注短期限金流和风险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卖了墨尔本的一套house 拆分投资多套公寓 因为除去贷款和各种费用 目前那么高利率的情况下 只有公寓仍然可以做到每套 给我每个月带来1000左右的正向现金流回报 另外多套房产呢 也有利于你去分散风险 当你的资金流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只抛售其中一套 其他几套可以挨过房产的一个下跌抽期再做出事 但如果你只有一套200万的房子 可能你只需要50万现金 却不得不抛售这一套200万的 并且面临巨大的损失 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购买房产的逻辑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年的看房和买房经历 一而再再而散的刷新了我的认知 认知的改变 让我不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 下定决心去卖掉一套50几年的老房子 因为我觉得不改造的话 它将来的生殖空间可能很小 甚至还会卖不掉 正如我之前一直在说的 往受追捧的大地破房时代 已经不去不复返 市场上能卖出惊人价格的房子 往往都是建筑质量很好 符合现代居住需求的次行房 买房的人越来越回归房屋居住的本质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包括楼口西人 都倾向于选择方便现代化 配套设置好的公寓 小红书的评论里 总有大把人留言 投资我买house 自助我选公寓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选择公寓的居住模式后 我相信他的春天不会远 而且根据过去三个月 墨尔本的房产数据 公寓的增幅已经超过了别数 我自己在找房的过程中 也发现公寓在市场上代售的时间 已经大幅减少 还碰到过好几次房东 有了高回报的租约以后 就跳价不卖或者直接涨价 第三点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根据趋势 及时去调整回报率 不佳的投机组合 那中期和比较了手上的各处房产 也横向比较了同期悉尼亚 布里斯班博斯的房产涨幅数据 可以说在莫尔本的House 头子是其中增值最差的一套 很多人喜欢用长期持有 就会增值来跟我杠 觉得我短视 在这里呢 我希望杠的人搞清楚 我不是在跟你讨论是否增值 而是增值多少的问题 在你涨50%的时候 可能悉尼布里斯班已经涨了100% 人像比较后你自己想 你投资莫尔本是不是吃亏了 之前呢 我有笔记分析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根据科学的统计数据和房产周期表 我们不难发现 莫尔本已经快要进入下行周期 未来五年 我更愿意把钱转投可负担性更强 增值趋势更好的 比如说布里斯班或者博斯 由他们负责房产升值的这一派 而莫尔本的公寓呢 则负责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毕竟增尔本的流动人口会更多 比如说新移民啊 留学生啊 旅游出差 短租人群 能更好的支撑租金市场 好了 以上就是我2023年 对房产投资的一些审视和分享 欢迎各位在评论里各书几件 我知道呢 肯定会有人跟我要杠说 公寓绝对不能买 如果你是基于楼花的失败经验 以及听别人这么说 而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现在的公寓市场 我建议你先调研再评论 至少我觉得我投的二手公寓 9%的租金回报率 去掉所有费用很容易达到7.2% 真的很像 至于公寓不升值 那完全是耍流氓式的结论 首先买公寓投资 就不是为了增值回报而实现金流 其次我看过太多公寓 只要不是买的楼花都会有小幅升值 只是涨幅赶不上house而已 你说你要求一个年回报率达到7.2%的公寓 还要每年再增值7% 那也是吃人说梦了 对不对 当然我也不是说你随便投公寓都能赚钱 相对于house而已 公寓投资的入门门槛会更加高一点 一不小心很容易踩坑 但今天时长不够好像没法说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可以后续再继续交流 谢谢收看 拜拜